南流來襲全臺冷搜搜 不過在臺中這群人不怕冷 頂著低溫 就算下雨也要排隊 為的就是抽美金 臺中殺戮一間宮廟 廟房準備了一千份的紅包 讓民眾來免費抽 其中最大獎就是一百塊美金 天氣冷搜搜 宮廟前大排長龍 民眾頂著低溫 撐傘穿雨衣 各個包緊緊 現場兩百多人 大家通通不怕冷 為的就是要抽宮廟準備的一千份紅包 早上蠻早的 我們就先來這裡拜拜 然後就來排了 很冷啊 就軟軟包 然後帶個巧克力 然後對 圍巾 穿幾個月不高 為了防害民眾自備保暖小物 圍巾 暖暖包等等 還有人一大早就來排隊 這是臺中沙鹿三鹿里一間宮廟 舉辦的抽紅包活動 要祈求疫情快快退散 現場一千份紅包最大獎一百元美金 再來還有五十元美金 到臺幣兩千元一千元兩百元 通通有獎 總金額有四十九萬六千元 美金五十塊 開心啊 大家生命的保佑 看到這兩千就溫暖了 抽到美金民眾笑得何不容嘴 現場除了抽紅包 小朋友也有呱呱樂可以拿 而廟方更請來辣妹表演 還是會忍 但是大家都蠻熱情 所以我們會感到心情很開心 為了要還願 特別交代我們來舉辦這個活動 我們廟方也為了要讓信徒還願 就辦了這個活動 可以讓信箱可以更熱絡一點 寒流來西沙路區低溫 只剩下八度 民眾再冷也要抽美金 開心抽到現金 身體也跟著暖呼呼 記者劉建穎 胡杰倫 林佳穎SNG小組 台中 採訪報導